8月5号姚女士和宜嘉签订了整体厨房销售合同 不过合同上的时间写成了2022年8月5号 姚女士说之后对方派人上门量了尺寸 再和设计师确定了设计方案 总价14450元 那因为我们是之前消费在这边消费 我觉得它是比较亲民的一个设计 比较符合我们跟我们就是消费的就比较搭吧 然后我们就又这是第二套找他做的 就又去找他了 对对对 在姚女士家里定制的橱柜基本上安装完成了 只剩下大理石台面和台下盆没有安装 在主卧放着几块板 姚女士说这是安装时多出来的材料 因为我多出来的2米2的一块板 然后三块就是小一点的板 一块背板也是2米2的 我是觉得就是给我造成了一种浪费吧 如果我毕竟他装这个之前 他没有告诉我会多出这些东西来 我是不知道的 他不是定制的东西吗 他为什么会多出来的东西呢 他因为是这样的 那我用到的是这几块台面 但他需要把整一个高贵的材料都给你 你可能只用到了其中的一块板 其他的板 那就没有用了 他的意思就是就这样的 姚女士说他去了解国财知道 当初定材料的时候 一家的工作人员给他定了一个高贵框架 价值580元 但在安装橱柜的时候 对方只是将高贵的一面侧板切割下来 用作台面的垫板 因为我跟他沟通过 他的意思就是 你自己去扔到小区的处理的 垃圾处理的点也可以 或者怎么样 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是确实很浪费了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不是相当于想吃鸡爪了 他得把整个卖给你啊 买了一只整鸡 对 把鸡爪切掉 然后把鸡的 对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觉得他这种 他说他们总部就是这么规定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 就是这样的配的方式 不合理 找到一家家居杭州商场 工作人员向姚女士了解了事情的具体经过 并留下了记者的电话 表示等事情了解清楚之后 会做出回复 我刚接受到了我们内部的反馈 他们呢 已经跟顾客都已经联系好了 并且达成一致 然后顾客那边的话 问题已经解决了 对 我们内部的话 这个流程 我们也全都跟销售部啊 全都去梳理了一遍 有特殊的情况 也都用移植的形式 会跟顾客都成达成书面的 那个一致的 至于为什么要订580元的高贵 最后只用了一面板材 姚女士向记者转述了 一家方面的解释 本来电板这个材料没有了 然后他用这个高贵的来替换嘛 但是电板的平面 它其实比较少的 这高贵面积大嘛 很多会用不到嘛 嗯 就是这样浪费了呀 给我就是说退一半的钱 那我也接受了 就是580的一半 580的一半 他给你购物卡 你还是在一家消费 就是这个意思 那他多出来的材料呢 他拿走呀 1818黄金也记着报道 至少 1.1.580的一半 3.280的一半 5.380的一半 3.380的一半